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勾拉传媒公司欢迎您 请 遇到姐是吧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大家以后在座的所有人的生日 我以后都包了 金美珠她来干什么 想趁着莫愁出差来抢班夺权 不行 我得赶紧给武力打电话 要出大事了 喂 我刚下飞机 正在回家的路上 什么事说吧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马上回公司 个金美珠 个骗子 问一下大家 营养午餐好不好吃 好吃 水果好不好吃 好吃 那生日蛋糕好不好吃 好吃 那你们大声告诉我 谁才是你们的老板 好吃 你们只知道吃啊 你们知道谁是真正的老板了吗 到底谁是老板 一会儿蹦出一个 一会儿又蹦出一个 管他谁是老板 我们的工资照发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呀 福利待遇比莫总好 同样的工资 选他绝对划算 你是老板吗 没错 我才是你们真正的老板 之前的公司福利 和于婧的生日 都是我安排的 你们所谓的莫总 现在还不知道 在哪个计较干了 跟你猪谈情 琳娜 我说的对吧 美猪 你看 你过来也不打个电话 这还用说吗 只要姐妹们知道 谁对他们好就行 大家说是吧 以后这家公司的老板 就薪金了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 中心给你 金美猪 你想干什么 剩下的话一会儿再说 我先处理一下 对了 我说话的时候 最讨厌别人打断我了 莫愁 你回来了 那个项目谈得怎么样 能给公司挣大钱吗 金美猪 你竟然用这种下三落的手段 欺骗我 手段 连这点伎俩你都看不出来 你怎么当总经理啊 还不如把位置让出来算了 金美猪你想死是吗 今天我伍爷要是不把你给办了 我他妈跟你姓 别吵了 那你看冷静冷静 有什么事不好说 去办公室说嘛 别当着那么多 人工说啊 好 金美猪 到我办公室说 mitä plank 你的办公室 一会儿就是我的办公室 吊火泥山 喉称霸狂 金美猪啊 我真想得出来 幸亏莫愁没事 要有事的话你付得了责吗 如果杀人不犯法 我现在就弄死你 你们不用一个个 这么凶手恶杀人看着我 我只是拿回属于 我自己的东西吧 潘多拉你都对他那么好 你不是为了这个公司 你是为了什么 金伟珠 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你怎么能用这种 下三乱的方式对待我呢 你还不知道吗 我跟你是天敌 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了 只要是我基本上想要的东西 你都会出现我的 现在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你想多了 我说过公司我会怀着你 只是现在公司 还属于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如果我现在离开 会对公司的影响很大 而且公司现在 还欠着罗汉的债 如果你真想要公司 也需要跟潘多拉商量一下 不需要的 我跟潘多拉已经离婚了 他把公司分给了我一半 你要不信 你自己问问莫成 莫成 怎么没跟我们说过呢 他也不把我们当朋友了 我跟潘多拉离婚的时候 跟你一毛钱回去 你好 我想包下今天晚上七点到十点的大厅 还有帮我准备一瓶八二年的拉菲 和一个吉他乐队 还有一个三层的生日蛋糕 对 好 就这么定了 我说 我说 我爱你 潘多拉把公司分给了我一半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明天我就把离婚协议书给你们看 其实啊 你们真的没必要这么求 潘多拉的事跟我没关系 你们正你们的 我当我的公司老板 互不干涉 你放屁 当初公司低潮的时候你死哪儿去了 现在莫愁刚把这公司做得有起色 你就像只苍蝇一样冰上来 我真的不能理解 莫愁莫愁 什么都是他好 你处处维护着他 我做什么都是我的问题 要不是他 潘多拉能傻吗 要不是他 这个家能正这样吗 我现在不跟你们提这些也就算了 还好一起跟我扯这个 还不是你先把潘多拉撬走的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人在做天在看 我觉得吧 你上辈子就没做什么好事 这辈子你全是抱怨的 这是公事 不是私生活 你们参与的也太多了吧 好了 我不计较 这样吧 大家以后强强联手 在这个平台上合作赚钱 干吗跟钱过不去呢 我们现在已经是公司的股东了 我们有权参与这个事 金美珠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股东 你们无非就是我们公司 下面一个小杂质而已 敢给我抽股东 我要想分析你们 太容易了 分分钟就把你们开了 欢迎欢迎欢迎 求你赶紧把我们给开了吧 这些日子 你们公司和你们家 都是靠着我们才能过来 要是没有我们 你和你的全家 饿死了 差不多得了 别太过分 过分怎么着 过分怎么着 莫超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很感谢这段日子 你对我们全家的照顾 明天就是你生日了 不如这样 我请客 大家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是不是有点 黄水龙给击败年的意思啊 莫超 你别那么小气嘛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是近十年的交情了 人生有几个使命啊 无论如何 我还是感谢你这些日子 对我儿子的照顾 你就别推辞了 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我跟外面的员工讲话 还没结束呢 那我先出去了 好 莫超 她就这么走了 女人就有善变 靠谱嘛 她又要干什么呀 这一天一天的 我觉得你还是别去 干吗不去啊 干吗不吃她的 就是要看她要干什么 鸿门燕懂吗 凶多吉少懂吗 行了 让莫超决定吧 莫超 你说吧 莫超 她任敌为友 霍西尼 行吧 那我们也听你的 去 为什么不去啊 而且我还要开开心心地去 我倒要看看你景美洲唱的什么戏 对啊 你把公司的一首歌 你不想要见 你还要来 你不想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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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罗汉 怎么听你说话无尽打财的 明天是你的生日 作为朋友的我 得表示一下吧 我订了餐厅 为你庆祝 不用了 太客气了 为什么呀 我 金美珠说要给我过生日 我已经答应他了 不能食言 金美珠 我发现你们女人的关系 还真无厘头啊 一会儿跟姐妹一样 一会儿跟敌人一样 要不你一起来吧 喂 叔叔阿姨好 叔叔阿姨 你们迟到了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这地方有点熟啊 似曾相识 就是 这个地方 不就是上次莫愁过生日的地方 气球都一样的 这个是巧合还是缘分啊 所有巧合还有缘分吧 它都是阴谋 你们两个迟到了还说这么多 感慨发完了吗 可以上座了吗 金美珠 你选这个地方 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我能有什么阴谋 我不就是想给莫愁过个生日吗 最好没有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你俩有完没完 人家美珠要给我过个生日 你俩就不能消停点吗 莫愁 你看你看 一说你过生日 潘多拉激动的 这两眼泪汪汪的 行了 哭啥也赶紧 快快快坐吧 好 坐坐坐 爸 来 坐 来 我们大家一起祝莫愁 生日快乐 玫妮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金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 莫愁 莫愁祝我俩百年好喝 潘多拉 我过生日你别闹 这餐饭可真是解决了 中国家庭的所有关系啊 活习不吵 原配信任不闹 潘多拉 你可真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男儿 莫愁啊 今天你生日开心 给我们大家说两句吧 莫愁 快赶紧说两句吧 今天我要说几句客套话 我说几句客套话 我说几句话 但这些客套话都是我真心的 我一定要说 美珠 谢谢你替我精心准备的 这一次生日 也谢谢大家都来参加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 我要谢谢我的爸爸 谢谢你回到我的身边 还有何阿姨 谢谢你这么细心地照顾我 明明 谢谢你那么爱护我 还有我的死党闺蜜们 谢谢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你们都站在我的身后 陪伴着我 最后 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潘多拉 这次生日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全面康复起来 我最大的心愿 我不收了 收完了 莫愁 谢谢 好感动的告白啊 大受信许多愿望 一定会实现的 而且现在就会实现 潘多拉 多好的女人啊 我要是你 我一定感动得一塌糊涂 潘多拉 你快表示表示啊 要没有莫愁 你可没有今天 莫愁 我 多拉 你得把对莫愁所有的感激 有什么想法全部说出来 趁她今天过生日 趁着这个时机 抓住机会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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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 莫愁 我替多拉跟你说两句 行了 美朱 你别说了 还是我说两句吧 好 首先呢 我要谢谢莫愁 这几年 要是没有你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家真的不知道 怎么能撑过来 你真的是个好姑娘 你对我们做的点点滴滴 我都记在心里 都怪我这个不争气的傻儿子 把公司这么重的担子 都落在莫愁头上 让莫愁吃了很多苦 不过话又说回来 也正因为如此 你们也能看到 潘多拉有多爱莫愁 她爱你的程度 甚至爱过了我这个妈 阿姨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莫愁 阿姨要跟你说 不管之前还是以后 潘多拉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希望你能原谅她 阿姨 瞎说什么呢 潘多拉怎么会做 对不起我的事呢 快 坐下啊 是啊 怎么搞得跟生死离别一样 潘多拉 你看看你身边这个女人 她照顾你妈 照顾你儿子 公司最低谷的时候 帮助你重新站起来 无论你什么样 都没有抛弃过你 跟她比起来 我真是自愧不如 潘多拉 你一定不能做对不起 莫愁的事情 你要是有亏见于她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别误会 美珠 你别误会 我跟潘多拉之间的关系 确切地说就跟亲人一样 我还是希望 等她变好起来以后 你们俩可以过得 像以前一样 兴兴服服的 这样我也可以 放下身上的担子 过自己的生活了 莫愁 潘多拉已经跟我 没有关系了 她现在是我前夫 金美珠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根据法律 是夫妻双方在义方治理 有问题的情况下 这离婚是属于遗弃罪的 你这犯法都懂吗 法律也不支持的 谁说法律不支持啊 我跟潘多拉是一起去的 民政局办的离婚手续 再说了 她脑子也没有不好使 比我聪明多了 当初要不是我威胁她 她才不会把公司 给我一办呢 不就是过个生日吗 不会有什么不能去的 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我是去哪 还是去哪 还是去哪 你们要不信的话 潘多拉 你自己说 这一切是不是你自己设的套 你自己认为 赌拉 金美初说的是真的吗 对 金美初说的都是真的 我根本就没有说什么 我也根本就没有赏 我早就知道你小才中 你这个骗子 对不起 陆成 对不起 儿子 妈佩服你 你今天终于承认了 不管怎么样你放心 妈支持你 儿子 我知道 你是不会骗人的 妈 你别阻止我了 你让我说好 这人说说我也好受点 我的人生 长久以来都活在别人的愿望 和期望之中 我过多地违背了自己的心意 也达到别人的满足和快乐 可后面发现我错了 我应该换一种活法 我应该为自己活着 没想到 我丢失的更多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曾经很自信地弄过自己 潘多拉 你会拥有这个世界吗 可到头来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吗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潘多拉 你少来 别在这儿跟我说这些文奏奏的屁话 我当初真是看错你了 跟我说 你还有多少事 瞒着我们 瞒着莫仇 对 你如实地交代 潘多拉 潘多拉 你知道吗 你曾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最亲近的人 我最能相信的人 也是我觉得我最心痛的人 让我觉得最心痛的时候 是在医院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还活着 是你 是你用生命换来的时候 而且 那时候我以为你醒不过来 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觉吗 潘多拉 你怎么能骗我呢 我 我 对不起 沐仇 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把你留在我身边 我 我是真的爱你我 我太爱你了我 我知道这个办法是最笨的办法 但是 我求求你 我 我 我从你原谅我 我不想听 潘多拉 你凭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说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 对不起 周 对不起 潘多拉 你也太天真了吧 把人都欺骗成这样了 我还换上我有一天 能登上月球呢 莫愁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这样对他 你还是不是人 你闭嘴 金美珠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仰 你给莫愁过生日 你安得什么心 你以为我不知道 潘多拉装病 她是不对 但是她做的这一切 她为了什么 她不就是因为爱莫愁吗 她想把莫愁留在自己身边 她没有什么恶意 无非就是行为过激了一点 怎么了 她容易吗 你问问她容易吗 她还得装啥 她得装疯 一装就是两年 两年哪 如果没有爱 如果不是为了爱 她能做到吗 你装一个我看看 阿姨 原来这一切你也知道 莫愁 我 你听我解释好吗 你们喝起火来骗我 莫愁 你听我解释 莫愁 潘多拉 你真是我见过最下流 最无耻的男人 我来这儿是给莫愁过生日的 我来这儿是给莫愁过生日的 我也是给莫愁过生日的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你跟莫愁什么关系 他是你什么人 我们俩之间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要和莫愁有关系的事情 就和我荣昊有关系 幼稚 莫愁 莫愁 学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莫愁 你怎么了 罗翰 你一天晚上穿成这样 裤子那么紧你不难受吗 你真以为自己很帅吗 还有荣昊 不是 你一天晚上开这个肉包铁 你不难受吗 你为你妈考虑过吗 这么危险你知道吗 莫愁 我要了吧 你知道吗 对于我们女人来说 谎言比志安高烂的痛恨 潘多拉你就不是个男人 我鄙视你 怎么了 怎么了 ,莫愁她怎么了 什么情况你们还看不出来啊 别跟他们解释赶紧走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哪 你们哪 是一群狼啊 是不是到感恩的白眼狼啊 你们是啊 莫大哥 你怎么说话呢 这话有点过了吧 儿子 你不能怪莫愁 这都是你自己犯下的错 你自己要承担 你想想吧 以后怎么办 行了 戏都演完了吧 保护她 让开 一鸣 你干嘛你 你是个坏人 金美珠 这就是你最有赢得了 上一次莫愁过生日 明明用弹塔打了莫愁 这一次就该轮到你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就是禽兽啊 你老公的裤子都臭了 我帮他换裤子 你现在还要来折磨我是吗 好 现在就拍啊 我先去你给你给你给你 再去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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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拍 小姐 你别 喜悦忠言在楼上 新莫总 得永生 新莫总 得永生 多数翻身 一二三 一 来 快 都喝完了 你怎么也不问问女士 喝不喝呢 潘多拉欠我们钱 我们是来要债的 姐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没带给我活着回去 你赶紧把孩子给我放下 走 走 你这小三 还想着人家给我嘚瑟嘚嘚嘚嘚的 你自己个什么身份名不知道 你是什么猴鸟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说啊 他就是一个小三 他根本就不是金美猪 你害残了人家潘多拉 敢走人家媳妇揪占雀巢 现在还能躺到之后来 你自己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啊 你个小三 你给我别猜 善意有情有意 也是个小三 不是小三 没叫正派人跑吗 小三的忏悔 我迎贪图荣华富贵 给男人当了小三 我现在什么都不剩了 就剩下这些东西 我希望可以卖掉它 为我们女人做点事 莫总啊 你这不经过的所有女人里面啊 你简直就是那个 站在土鸡群里面的一个那个 火链鸟 你看啊 自己弄得精疲力气 少婶 我一直在难度的奔跑 我想寻找光明 我没想到把自己弄得筋疲力气 你们谁能明白我的苦衷 难道 难道谎言真的比真爱跟他妈让人痛恨吗 郭宠 如果是你为了我这么做 我 我这肯定不会怎会死我 我对不起天 我对不起天 我这么对不起所有人 失去你的滋味 狠狠包围 憔悴我的沉醉 心里面的痛 痛到了枯萎 无法消散的伤悲 你给我的抚慰 给的安慰 我自然 错过了几回 狐狸 你 你 陌晓 你干吗呀 你要跳楼 我俩陪你一起跳 对 我们三个是绑定的 怎么着我们就一起下去了 我们找了你爷爷呢 你干吗去了 真把我给急死了 你知道吗 你俩想干吗 我们想救你啊 对啊 救我干嘛 我就想一个人 静静你俩给我点空间行吗 我我我 你干嘛去 我告诉你们我干嘛 我爸给我打电话 说在楼下的草兵等我 我去见我爸还不行吗 我去见我爸 请问你们俩干嘛 我们也想见叔叔 爱了就爱了 一切是那么简单 散了就散了 还没有那么孤单 每次无需大胆 相爱无需缠绵 轻轻松松过每一天 都说我是美丽的本女人 叔叔好 好 好 我们先走了啊 你左右 不用了 叔叔再见 叔叔再见 我记着有一个老朋友 跟我说过一句话 别哭求我 因为没有人给你钱 别喊累 因为没有人帮你 别想哭 因为没有人在乎你 闺女 你要是想哭的话 你就哭了 别这样撑着 将生身体 没有那么孤单 因此无需大胆 想爱无需缠绵 你不用再把门人间坚强了 没想过就哭吧 爸一直陪着你 爸 我不想哭 一点也不想哭 我倒是想啊 潘大拉做的这些事啊 你应该读一份理解 说起真心话 你说谁 能一直坚强 谁愿意 一如是 特别是一个男人 特别是一个男人 他这样装兵装杀 我都万不得已 是不会这样做的 爸 你不用再劝我了 我的旅二代啊 你的人生啊 不能一个人这样孤独地旅行 沿途的风景美丽 但最重要的是 陪你的人 爸爸 希望你 能找一个这样的人 你不要为难 他不会怎么发现 他肯定有生意 他是一个 有事业 有信心 心里是健康的 特别是 能否忍让你 心疼你 宽容你 爸 你说的这个人 他真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肯定 好 好 林导 谢谢你一直提我保守这个秘密 也感谢你为公司付出的一切 我还记得 你第一次来公司面试的样子 以后我都三年过去了 我感谢你为公司付出的一切 我心里都有数 喝杯水吧 来 潘总 我是看在你对莫愁一片真心的份上 才帮你的 今天看来 我很后悔 我们一起伤害了莫愁 我对不起莫愁 到屋里来 屋里来 来 你看啊 这是结构很好 我看到好几个地方 这厅算 闺女 闺女 你怎么不进来啊你啊 爸给你看个礼头 你好几次要 你看我要说班嘛你就不来 你看看这是一个厅 那儿有个屋 那儿有个屋 这是厨房 你看怎么样 好不好 爸 你说行就行吧 我没意见住哪儿都一样 闺女呢 你哪像北大高再生莫不清的女儿啊 遇到事就这样 那哪行啊 那应该宁折不弯 遇到什么事都甘于挑战 你看 闺女 到楼上看看 那房间你要不觉得不合适 爸再给你挑 再换一个 好不好 爸 我不看了我没有 听话 走 你看 亲家 亲家你等等 别这么叫了 什么亲家亲家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 莫愁怎么样了 莫愁挺好的你放心吧 我知道潘多拉这么做 搁谁谁也生气 我就是想拜托你 替我劝一下莫愁 千万别气坏了身体 现在你不好意思了 当初你们俩 狼狈为奸的时候 怎么没这么高的觉悟 我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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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去 你要跟爷爷去啊 好啊 你看多好的孩子 在这儿也糟蹋了 走 跟爷爷走 好 爷爷带你出去玩 好 爷爷带你到游乐场 行不行 行 一鸣 去了要听爷爷 和莫愁妈妈的话 好 奶奶有时间去看你们 好 叔叔 您别看莫愁 平时没心没肺的 这平静的表面 意味着内心的惊涛骇浪 行 行 行 你不觉得 咱们还是小心着 把家里的危险物品 比如什么菜刀啊 什么啊 收起来 孩子 我相信我女儿 我想她不会干出 这种傻事来 叔叔 你太不了解我们女人了 我们女人对于死 是很无厉头的 想死的死一输了 立马就决定了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俩打算全天守着她呢 那我谢谢你们 我替莫愁谢谢你们啊 是 这样 我呀先进去 你又不进来 别让莫愁多心 你们俩把表情 和你的心情都保持住 好 那我先进去 好 来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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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俩用这种贼贼的眼光 看着我干吗呀 我没事 真是我要你们这种眼神 有吗 就是呀 你看这武力眼神 多善良呀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想多了 水果刀去哪儿了 你要吃苹果啊 你找刀干嘛呀 这苹果带皮好的 这有营养的 补充维生素的 对对对 专家都这么说 我说你们两个今天 怎么怪怪的呢 要是没什么事 就去公司上班 女人帮杂志 你们俩都是占股份的 我没事 真的没事 去哪儿 去哪儿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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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淹宅 你干嘛呀 我 你披个贴单干嘛呀 不是 va 我说我洗头洗脸 我怕把衣服什么弄脏了 今天 你这伯果拿到什么玩意儿 没什么 你给我看看 你看什么 没什么 你带这些玩意儿干吗呀 我带这些玩意儿干吗呀 你说干吗呀 你看咱家那个茧子 还有那刀什么都生锈了 我得保养保养吧 我今天抹茧子抢菜刀去 那你拿我牙刷干吗呀 拿牙刷干吗 你看 她奥特了吧 现在年轻人哪有用牙刷的 你看爸给你准备了一个特裤子 闺女 现在都用这个 你看 往手上一套 把牙膏一起让 这多酷啊 不行了 他们抹茧子抢菜刀都等着我 我对抹茧子抢菜刀去了 你不逼你 你俩又跟上来干吗呀 我们一起上 谁又跟你一起上 不是 怎么比你这些人 快快快快 莫丑 把门打开啊你 莫丑 你听我说呀 那个你要是死啊 你得选一封水保镇 你可别神色佐理 我要睡觉了 你俩会回去了吧 今天我们姐俩想跟你一块儿睡 就是 咱们上大学的时候 不经常挤在一张床上睡吗 你俩跟我们怎么睡呀 小夕 就你那睡觉的睡姿 把明明给压坏了你都不知道 笑什么笑无力 你说个梦话大喊大叫的 你让别人怎么睡 那 那行 那好 我不要的移民 我睡地上可以吧 那我小声点 我也睡地上 我离你们远点 行吧 真拿你们没办法 行吧 行吧 一起睡床上吧 我们自己睡觉 我看起来 我的个人 如果你们要 kalau拉了 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去 我还有你 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要晓鸭 那我都不理你 你为什么要晓鸭 你为什么要晓鸭 我 你为什么要晓鸭 我怎么晓鸭 我已经晓鸭了 你ulo了 起来啦 这怎么回事啊